我覺得我是紅毯第一媒 你是 就是 就算不是第一媒也是第一誇張吧 第一戲劇話 第一間啦 第一間 你幹嘛搶鏡頭啊 你把它弄倒 把外鏡頭都給你好了 你把它弄倒 現在從里車準備要下來的是 我心目中的紅毯第一媒 小S 徐希弟 還有她節目中的保鏢 派翠克以及許得瑋 一起來到現場囉 到底睽違14年的她 能不能順利拿獎 絕對是今晚的焦點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有一個小禮物 要送給你 真的 準備很久了 可是我們之後再會準備了一個 來 上禮物 紅毯妳趕快拿上來 我們想要請S姐直接掀開 對… 怎麼又是扁額啊 家裡很多了是不是 被發現 不是 妳有一個都放在我們公司了 來…請S姐先看一下 你可以幫我掀開 我這袖子很難行動 好 我還一掌就是影響地心 影響地心 什麼意思 C地響 C地響 來…看一下 其實不是我們送的 是我們其他的主持人群送的 好不好 瓜哥 憲哥 嬌哥 還有誠哥 還有LuLu他們自己送的 小萊 是你們其他在上面簽名吧 沒有… 重點是他們的後話 妳看看 上面寫什麼 拿獎之路不好走 那究竟是婚姻不好走還是拿獎 這個LuLu應該很有心得吧 14次 我覺得這一次沒有入圍 但是 但是 這一次不管怎麼樣 就算沒有得獎 也還是很開心吧 對 因為14年耶 沒有就是真的很想要得獎 太真心了 對 完全不會讓對不對 誰要跟你講褲頭話 沒有入圍還很高興 真的 那我覺得一定會得獎 因為我是很心態 妳每一隊妳都說一定會得獎 我這一次真的希望 妳自己說到底 妳心裡覺得誰會得獎 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 我真的只愛妳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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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發誓 那妳都得罪其他人囉 等一下 我私底下也跟你說 所以瓜哥還有那個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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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覺得我是最棒 最值得得獎的 不用激動 待會誰得獎 裡面就會知道 對不對 我們都看好妳的啦 沒有問題的啦 我真的被Cue了啦 謝謝大家 謝謝妳們 我覺得我是紅產第一美 妳是 就是 就算不是第一美 也是第一誇張吧 第一戲劇話 第一間啦 第一間 好 謝謝 你幹嘛搶鏡頭啊 你把它弄倒 把完鏡頭都給你好啊 你把它弄倒 你把它弄倒